在如今这个社会中 卖房似乎已经成了如同结婚一般 人生中必须要做的事情 当然有人卖房是为了资产 有人则是为了有个立足之地 还有一些人卖房其实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 不过卖房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有人可能会为此奋斗几十年 有人却是穷极一身都无法购得一处房产 而就在前不久 在演艺圈大拼十三年 长期在外足屋的蔡昌县 终于购入三十品的运售屋 现在正在夹紧脚步装潢 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家 他感慨到结婚生资卖房都是很重要的事 不仅如此 太透露行屋的格局 说这间屋子虽然不大 但对他来说意义非凡 因为这是他的第一间房子 打车卖房的人生目标后 他则表示仍会继续努力 房子虽然没有很大 但一定很温馨 也窃取自己未来赚多一点 可以再来换大房子 主席 他的新房除了主卧儿童房之外 另规划空间展示航海王公仔 因为他觉得这些公仔们之前被他逢阴在公寥的家很是可怜 所以想让他们有地方住 他透露自己最喜欢鲁夫锁龙两个角色 对两人的互动已经革命情感感动不已 因为他在圈内人员甚好 便有人问谁会是他的锁龙 他曾立即脱口和号称 直呼他是最强的靠山 近来他在台南赶排行系 牛车来去 为了陪伴家人不时南北奔波 这段时间他在台南断租了一个房子 老婆和小孩也会去台南跟他一起住 有空就会回台北看看猫 让阿嬷跟姑姑们看看小孩 至于有没有想凭下一胎 他自亏 接连引来儿子新专机 现在都在努力陪伴和闲船 只想先把目前的阶段弄好 转型把儿子养大 不过他也透露 等儿子这样大到会交爸爸了 也许会考虑生下一胎 并私心希望二宝是女儿 随后有游莫表示 儿子也不错 女儿是首选 但还是健康子要紧 没必要选来选去 而之所以没着急要二胎 也跟他妻子的健康状况有关 据媒体报道 他的妻子是美貌出众的空姐维维安 婚前两人交往八年 干情十分稳定 直到2018年 认定彼此的他们才终于签字结婚 成为了一对真正的夫妻 其实蔡昌仙夫妇很喜欢小孩 婚后也努力备孕 然而妻子的肚皮始终没有动静 无奈之下 他们只能采取人工干预的方法 后来维维安成功怀孕 可没想到的是 怀孕五个月的时候 医生经发现 腹中胎儿有先天基因缺陷 最终他只能忍痛云产 面对第一个孩子在腹中摇折 父亲俩伤心不已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他们都过得相当煎熬 最终他们经历过三次试管失败后 决定以平常心对待 后来终于如愿怀上了小菜包 但两个人其实并不开心 很怕很怕宝宝会不健康 再经历上一次需要迎颤的痛苦 蔡昌仙也悉心地陪伴妻子的每一次禅见 直到后来诊所打电话 告知宝宝所有报告都正常 两个人才拥抱在一起 袭击而弃 好运降临后 他们顺利带下了儿子 当时蔡昌仙也喊急冻地晒出两张照片 文中难言兴奋之情 也非常心疼老婆 在曝光的照片中 穿着防护服的他抱着刚出生的宝宝 戴着口罩也难言喜悦之情 刚生产完的妻子则虚弱地躺在产床上 她的视线一刻都离不开宝宝 看得出来容身妈妈的她真的很满足 蔡昌仙曾留言称 当听到儿子的哭声时 父亲俩都很激动 一度忍不住当场落泪 她表示自己被护理师带去缺人宝宝状况的时候 觉得一切真的都非常美好 也很感谢自己所拥有的 更感动到老婆你真的辛苦了 小菜包加入我们 未来会更幸福的 最后她不忘感谢疑护人员的喜行照顾 让父亲俩没那么紧张 而从这些事情当中 不难看出蔡昌仙是一个负责 又为他人着想的人 而且这种善良的性格 也为她赚到了许多好人员 当年以歌唱选秀节目出道的她 看后卖力的形象受到许多观众喜爱 后来也顺利在戏剧 主持界得到不错的发展 演艺之路备受看好 最难能可贵的是 事业表现亮眼的她 还是个懂得感恩 有孝顺的好孩子 不仅将今日的成就 归供与亲人的支持 与贵人的相助 在凭事业的过程中 也荆棘所能地帮助爸爸 夫子俩的好感情让人动容 她曾坦言自己的心理真的很不错 因为当年出道后 原本对未来的发展有些茫然 没想到居然在极元巧合下 得到演出蒙甲的机会 知名度也随之水涨船高 一起当时的情况 她不禁笑说 当初确定要演出时 兴奋到直接打给老爸说 爸 我要拍电影了 就像你常常看的什么龙翔电影台 以后就有我了 不仅如此 她也分享了自己这些年 在主持界打拼的经历 当年从外景主持人做起的她 可说是每天上山下海 既考验停力 也考验毅力 不过外景节目虽然辛苦 但咬牙挺过后 也让她练出了一身触变不惊的好本领 之后她主持棚内的节目 超级红人榜 才能这么得心应手 说起这段经历 她也特别感谢节目组 在当年她退伍后 还愿意等她 再次给机会 让她再次拿回主持棒 然而她也坦言 前些年凭事业的时候 不仅主持同时还排戏 一直于她每天都只能睡两三个小时 虽然当时她也觉得 自己应该趁着还年轻 摇尽压关重刺 不过后来却惊觉 只有工作的生活 就像是在泡步机上跑步 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停下来 因此觉得很迷惘 没有方向 直到有一天 一个老师提醒她 长线 这样你会没有自己的生活 于是她便决定 要放慢脚步 好好陪伴家人 她表示 家里在扶农 从事残饮业 爸爸曾经开过海产店 牛肉面店 而当时每天一早起来 看到爸爸一人包办 切菜 盐肉 以及包饺子 而那忙碌的背影 总是让她心疼 奈何自己绑不上忙 上学又没时间 后来她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就是洗碗 而且是只要回到家 就赶快去厨房帮忙洗碗 虽然不是多大的忙 但只要能减轻爸爸的负担 她便觉得好开心 另外她还透露 希望有朝一日 能将家里的美味记录下来 并在网络上发扬光大 并说 以前爸爸是为了生活赚钱包水饺 现在则是包兴趣 所以希望能复刻爸妈的好味道 而奋斗多年 她当年也不忘借着镜头 感谢一路上 对她不离不弃的妻子 因为在她只知道工作的那几年 妻子即便感觉被冷落了 也始终体贴她 并相伴左右 说着说着 还不禁油感而发道 真的很感恩 自己现在能拥有的一切 她也期许自己 未来要继续保持初心 成为一位真心情的艺人 无论是在演艺之路上 如何发展 都能用最真切的一面 呈现给大家 当个真实 真诚 有情切感的艺人 永远都不要改变这个初衷 但遗憾的是 她的爸爸 之前不幸离世了 当时她正在忙着音乐剧 所以在送完爸爸最后一程后 很快就回到了舞台上 丧腹之痛 并没有影响她的专业表现 当时观众都称赞她 相当敬业 很不容易 如今她的事业越来越好 老婆又再次怀上了孩子 可她却再也看不见自己的爸爸了 她自认是一杆体质 先前在筹备转集过程中 尤其录到歌曲 必当初时 一想到过失的爸爸 就泪崩到无法录音 访问时谈到爸爸 无法亲眼看到她发片 她同样突然哽咽道 你很烦 而后泛泪说 我有跟爸爸说 等发片后 会来放正张给她听 录制的时候 也一直跟爸爸 哽情精度 蔡昌县始终相信 爸爸一定听得到 也会默默守护她 就像她现在守护自己的家人一样 而为了让爸爸安心 她除了演艺事业做出成绩 也跨足副业 不但创立水胶品牌 还与好友一同投资 健身用品及情趣用品 年营业额早已破亿 再加上她热爱运动 时常会向大家 分享好用的居家健身器材 她也提到 因为疫情影响 大家不方便去健身房 所以开始在家看影片 但她在家 偶尔也会拉弹利贷 做滚轮 即用筋膜球 放松身体等项目 来维持体能 此外 她之前参与 全明星运动会的录制 但拍摄到后期 爆发三级警戒 全面停工 不过她认为 节目暂停 运动却不能跟着停 于是跟当时的队员们 一起视讯健身 互相独促 保持最佳体态 因为他们神怕一开工 全身会怂垮到不行 被问到婚姻金银之道 十字座的她 遇到牧羊座老婆的爆炸 总是嫌低头道歉 还觉得就算自己没错 也必须得道歉 最后也不忘夸老婆很理性 并不是无力取闹的人 她甚至打趣说 在感情里自己是MT制 横小瘦被老婆压着打的感觉 也喜欢被骂 喜欢被管 因为她认为 夫妻之间虽然会吵架 但有人低头的话 很快就骇阔天空了 其实婚姻就是如此 只有互相包容 才能引来长久的和谐 总是堆着吵 肯定不是上上之策 希望蔡昌县能将这种 由良品质保持下去 和妻子建立更美好的婚姻生活 也祝福她的事业继续走高 为大家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